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法国最终4比2战胜克罗地亚捧得大力神杯,很多球迷也纷纷欢呼和庆祝。 7月16日下午,林志颖在微博中更新动态,表达了对昨晚世界杯的感受,其写道,昨晚的世界杯足球赛太刺激了,没有法国队球衣,借Ronaldo球衣顶替一下,林志颖筛出了三个儿子身穿罗纳尔多的7号球衣。 Keyman站中间,两个弟弟站两边,三兄弟手拉手看世界杯,画面超温馨,除了世界杯热血激情外,还有Keyman作为大哥哥对两个弟弟的保护和疼爱,他牵着两个弟弟手就像巨人一样,三兄弟感情特别好,林志颖今年已经44岁,看来当年也没少看罗纳尔多的比赛,是一位十足的罗纳尔多球迷。 如今的林志颖似乎少了年轻时的疯狂,多了些成熟与岁月感,同时越来越顾佳,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,看着他们成长,教育孩子,承担起更多的责任。 说起林志颖,对于年龄稍微大些的人来说,曾经也非常钟爱她,其饰演的旋风小子,绝带双胶,天龙巴布,放羊的新鲜的作品颇受喜欢,尤其放羊的新鲜更是风靡一时,影响许多人。 今年来,林志颖没少参加真人秀节目,向爸爸去哪儿,24小时第三季,熟悉的味道等,尤其爸爸去哪儿中林志颖Kinney父子。 被受瞩目,Kinney也因爸爸去哪儿,走红,深得大哥哥姐姐们的喜欢,生活中,林志颖和陈若姨相恋结婚,2009年生下了大儿子Kinney,2015年又生下了一对异乱双胞胎,一家五口很是温馨幸福。 今日,林志颖晒三个儿子看世界杯的合照,不少网友看到后评论道,这幅图折射出的日常生活,巴比和黑米哥哥在看球,双宝弟弟看不懂,在玩游戏,用投影看球赛应该很过瘾了,还有三个宝贝也很懵了,客奈的黑米哥哥和白米弟弟,幸福的一家。